176 《大公報》 總結訪經收獲感受責任重大李維啟 專業建黨服務香港 2015年7月26日要問A02民建聯訪經團昨日結束行程返港 民建聯主席李維啟在經接受《大公報》 大公網專訪時表示,面對中央的金獄良言,有壓力亦有信心 他提出,未來要專業建黨,做好專業研究,提出具有影響力的建議 供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參考,同時要廣泛團結和充分聆聽社會各界的意見 他強調,民建聯將繼續發揚愛國愛港傳統,最後政改時代更好地服務香港 《大公報》記者孫林,實習記者劉美君 《大公報》記者繼孟為北京報導或中央肯定有壓力亦有信心 李維啟表示,後政改時期對香港至關重要 特區政府致力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尋找國家發展中香港的定位 李維啟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接見訪經團 是此次民建聯訪經的重要環節,會見中,張德江委員長充分肯定建制力量 並三次提到對民建聯很有信心,包括民建聯在政改期間的工作和所付出的努力 同時,建議在愛國愛港的其次下,廣泛團結社會各界人士,推進一國兩制 基本法在香港的實施,並寄望新的要求和期望,包括積極支持特區政府在後政改時期 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工作,擇善故事 奮發有為,服務香港,服務民眾 李維啟表示,會想三次獲肯定,有壓力亦有信心,感受責任重大 作為香港第一大黨的民建聯,在立法會佔13個議席,並擁有132名區議員 面對跨階層的路如河走,李維啟坦然很樂觀 他表示,中央領導人及港澳辦充分肯定民建聯的工作 對民建聯和所有愛國愛港政團在今後的工作上都是一種激勵和鼓舞 他並引述張德光評價民建聯,年輕,有實力,有專業,並且有幹勁 李維啟,亦表明,同心合力亦是最大優勢 李維啟,回顧2006年民建聯訪經,中央領導級出內強素質,愛樹形象的政言 民建聯在多年的發展中亦無時無刻勞記中央提醒 李維啟提出,未來要專業建黨,首先要做好專業研究 提出具有影響力的建議,給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去參考 同時要廣泛團結和充分聆聽社會各界的意見 在民意的基礎上提出政策建議,創造一個雙贏或多贏的局面 作為民建聯第一位女主席,李維啟坦然女性從政不義 他指出,女性的柔和是缺點亦是優點 他們,部分反對派,面對女性,可能就沒辦法用偏激的方法 李維啟表示,以柔黑綱,用微笑面對埋怨很重要 用行動告訴香港市民,民建聯始終為香港服務